這麼精彩的海洋生物片段 並不是在外地拍攝的 這裏其實是香港西貢對出的海域 船上這班潛水員全部都是義工 他們這天身負重任 就是幫海洋保育團體 LOOM Association 統計香港魚口 其實我在香港讀海洋生物研究時 發覺我們香港甚至整個南中海 都缺乏相關的魚類補查和魚類調查 有時我們經常說要保育或保護 如果我們自己連甚麼品種都不知道 那就很難保護 香港三面環海 水平線以下其實藏有豐富的海洋生物 Stan和Alan 2014年發起珊瑚魚普柴 去到不同的潛點 記錄起香港出沒的珊瑚魚 至今記錄了超過300種魚類 其間不少下潛的經歷 都令到Alan感到香港的海洋生態 未必比起外地巡視 上去到8米、9米的深海洋市 突然之間後面有一堆閃光閃光 一看過去就有很多 每一條大概花了這麼大的漿洪 在旁邊游過 但說的是40多50秒 珊瑚魚普柴 之所以有這樣的成果 有來一班熟悉魚類生態的義工潛水羊 部份更加是水底涉應的高手 上機一定要有潛水殼的 不是入水的 還有閃光燈 因為水底水裡是色差的 通常紅光就會沒有光 所以我們就要下閃光燈 令到那些顏色拿出來 你們由義工拍攝回來的珊瑚魚圖片 並不是用來握like Stan正計劃設立 逐於香港的網上珊瑚魚資料庫 並且開放給公眾查閱 補查的數據和成果 香港現在尤其是有些地方要發展的 大家就會去做研究 去告訴他們 不是喔 很多品種 那我就問自己 為何我們其實不可以早點有了 那個地方的資料和資料 那好過別人要發展 我們才去衝著別人發展的情況下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